我們今天有一個新聞 北韓他們開始 非常的懷念鄧麗君 甚至他們的這個朝鮮 這個是地方 朝鮮經貿文化的這個臉書 粉專上面 他特別告訴大家 在北韓裡面 他們非常懷念鄧麗君 甚至在這個90年代的時候 還幫鄧麗君出了這一款的郵票 然後不只是北韓 連南韓都是 南韓相當多YouTuber 會直接唱他的甜蜜蜜的歌 連他們的KTV歌單裡面 都有這一些 還包括了這個是 他們當地的這一些 等於說連南韓跟北韓 對鄧麗君都非常的懷念 兵哥你怎麼看 其實鄧麗君他在台灣紅 紅後來到日本去 可是他實際上 我們台灣人可能應該 像我這種年紀比較大的人 大概比較知道 其實鄧麗君真正紅 在中國大陸 他在中國大陸超級紅 當時不是說鄧小平 老鄧小鄧 就是鄧小平也很喜歡 聽鄧麗君的歌 所以他在8090年代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是微微風潮 當時是北韓跟中國大陸最好的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 因為他們承接了很多 中國大陸的娛樂性的東西 也直接到那邊過來 所以台灣其他的歌手 也許現在的周子瑜他知道 也許他知道 我不曉得 聽說周子瑜現在有強勁的對手 對啊 但是鄧麗君 在他們那邊的地位 一直是屹立不搖的 我剛才特別上網去查一下 因為他們1996年 出了鄧麗君的郵票 你知道當時面值是 現在你上面寫了40塊 這是北韓幣喔 他到底在北韓有多紅呢 北韓臉書的這個小編 突然在今天回憶起鄧麗君 他說整個北韓在這個遊覽車 尤其是有中國客 台灣客來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在車上 播放鄧麗君的歌 包括中文歌曲 還有韓文歌曲 那為什麼北韓 朝鮮會這麼喜歡鄧麗君呢 就是我剛有提到 就是因為當時在198090年代的時候 北韓相對比較封閉 所以他很多包括文化娛樂 都是從中國大陸那邊輸進去 那他又不會去跟日本 尤其是特別跟日本那邊 他絕對不會接受 當時亞洲流行文化輸出大國 就是台灣跟日本 這兩個地方 還有香港這些地方比較多 所以他只能接受 從中國大陸來的 那鄧麗君在中國大陸那麼紅 當然就跟著一起進去 那進去之後 他是完全的家喻戶曉 因為北韓很少有 這種類型的歌星 當時他們連所有的表演藝術 都是非常封閉的時代 所以像這種人 對他們是完全耳目一新的 所以他們是爆紅 到底到哪裡都 北韓到哪裡都看得見 鄧麗君 郵票上面都是 我看我們的蝦瓶到現在都賣那一個 那一張一張 對 有這一張 蝦瓶賣多少 我剛剛一百塊